香噴噴牛排上桌 现在想吃得多掏一些钱出来 王品集团旗下15个品牌 从25号开始 部分品项调涨百分之股 连油价也在一个多月内 上涨整整两块钱 加30公顺的油钱 多一个鸡腿便当的钱出来 加一次油等于花钱 多吃一个鸡腿便当 万物起涨 只有薪水没涨 老百姓骂声连连 物价调涨有感 央行在脸书罕见 PO文灭火 标题写到国内物价稳定 请民众放心 好像有点是在讲屁话 20块的大肠面线的事情 就很明显 有点不知民间疾苦的感觉 人民不认同 但央行强调通货膨胀 指的是物价指数普遍 持续上涨 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台币升值的关系 中高阶层的人 他们没有感受那么高 所以其实就变成 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专家直言 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政府官员做办公室 没看见百姓怎么过生活 只忙着稳定军心 让人无所适从 记者您成为您家庆李云杰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也许多了 主要权光 能不根本的计划 在等你 绝对 这方面 都没根本的计划 인装 只要是 有些人 省 感谢观看